今天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一味达2011游戏群运会啊 今天都是我们两张老脸 对 我是阿龙 我是阿龙的搭档 那谁 什么声音啊 为什么 你听到我们背景音乐吗 非常非常轻快 轻快啊 是因为今天是我们十六郡八的第一天吗 就是 计这个我们的前一段时间就是三个周三 三个每周的三天 就是每天每天死四几个人 死两个 死两个 已经死了十六个了 对吧 那现在还剩下十六个老不死的 就我们两个老不死的 然后来这个解释他们接下来的比赛 今天呢是十六进八的算是第一场的一个比赛 将为您带来两队选手的一个较量 而且这次十六进八的话 也就是说晋级的这八位选手当中 有四位 选手要去迎战冬银武士 要接受冬银武士的挑战 所以接下去的每一个晋级的选手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观察 对 好好的鼓励他们 千万要为国争光 对 好那么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呢我们因为是十六进八的第一天的比赛 所以我们这个比赛赛制呢也是跟三十二进十六略游的不同 这次呢我们是打一个BO3的一个淘汰赛 没错 不再是四人的一个双败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战争就更加的残酷激烈了 不过对于选手的一个比赛的准备 时间和那个状态也是更加的好一些 是的 可以根据对手的一个种族 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地图都是固定的 所以根据对手种族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训练 这样的话打出来比赛相对会比较更加精彩一些 首先看一下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四位选手 两组对阵的一个表格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对抗 是来自于WE战队的ReviewTime张罗选手 对阵AG战队的YHY晚安 而另外一组的话是同样AG战队的兜兜小绿 将要接受天鹿小Jim的一个挑战 节目最近状态还不错 一般从PO做过节目出去的人状态都不错 你说浩南状态也不错 听说今天好像还干掉了鸟哥是吧 这有点让人回来之后一定好好的鞭策鞭策的 不让人小屁孩骄傲 估计尾巴已经翘上天了 确实从PO出去的人状态就特别好 所以今天节目估计要打特殊小绿的话 大家懂的 不知道大家博彩排队是怎么下注的 反正基本上这两组我心 那天当中已经知道了 大概谁能够晋级到八强 您说的没错 今天依旧是我们的这个 给力的奖品父母送 今天是没有高级OB卡了 这种东西送出来有点说不过去 稍微有点守 守一点多守一点寒散 今天十六竞八 我们要送的是实物奖品了 那就是挡着挡着了 这个奖品咱们等会再说 就是我们的摩蝎金甲虫二 金甲虫二代 我们知道金甲虫在新竞八一时代 是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兵种 它是一个AOE伤害而且经常是成为一个翻盘圣物 那么金甲虫二呢就是它的一个替代品应该就是具象了 对吧 同样都是VRVB出来的一个兵种 所以这是具象 这是具象了 下总决赛的农票 希望大家多上我们的论坛 BBS.P2.CN一边看直播一边讨论比赛 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还有奖品可以拿 好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组的比赛 是来自W俱乐部的Rivertime 对抗的是那个YHY YHY是一场ZVZ的较量 我们来看一下两名选手的一个详细资料情况 迅有主力的重组AG YHYZVZ胜率是6胜0 负百分百 这非常可怕的一个战绩 总成绩的话相对来说要中规中矩一点 但是这个ZVZ我估计是够Rivertime喝一壶了 Rivertime只有百分之五十 ZVT哎呦很糟糕呀 我相信很多观众下注其实应该下队的 一般来说这两位选手从名气上面讲的 还是AG的当家花旦YHY 看一下这个我们的BET.PLU.CN 这两位选手的赔率 已经是给出了AZ战队YHY是1比1.9 而张罗的话1比2.0 2.07 这几乎是非常的对等的一个赔率 对相对来说真的要吹猫求是的话 还是看好YHY晚安更多一点点 是的 好的那么两位选手询问一下 是否已经准备就细了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的奖品已经升级到了金甲冲2 我们手上的这个奖品 包括之前的女子赛 以及是这个之前的高清王币卡和门票 请大家这个密切关注论坛上的短消息 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时会联系您 跟您取得这个邮寄的一个地址 好了刘文太已经打出了OK 那么询问这晚安是否就准备就绪了 趁这个时候小小做一个小通知 最近我们知道这个PY大战 PY大战 二六游戏的传媒与SITV游戏风云 马上要进行的世纪对决 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对决 共有八个项目 据说第九项目是正在考证 是靠我们PYU观众来投票来选举 据说大家来找茬 已经是基本上定下来了 还没到最后 现在BBC已经使出了最后一招了 是吗 他在微博上甚至说号称要找一位投票高手 这种手段都使出来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好了这个我们闲话少说 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加油 加油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 2012英伟达游戏群英会 星际争霸2的项目 今天是第一场 哎吓我一跳 是第一场16进8的比赛 发分就快赢了 这据说YCY 确实有的时候 包括喝醉酒还是脾气不好的时候 是有点心情比较急着的 非常有点癫狂是吧 癫狂 呵呵呵 红色的虫族是W俱乐部的RiverTime 曾经用被我用虫族干掉他神族的一位选手 啊 什么情况 我他当时用神族 然后被我 不是他当时是主练神族的时候吗 怪不得现在练虫族呢 对是的 这个典故我跟以前跟大家说过 蓝色的虫族就是我们现在是六战全胜啊 百分之百胜率RiverZ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及时更新的一个胜率 对 包括他在这个之前的三十进三十二进十六的时候战胜小K的比赛也是计算在里面了 开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还打了一个战术 先是放下了 应该是很早就已经放下了 好像实际吧 没错 然后还要偷了一个农民 这个有点过分啊 而另外一边 十三农民放下的封猎池 还是一个正常的提速狗开 那这个开局一看到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我蓝色这边我爱之外的转 这张地图两点间距离还凑合 地图是双剑 看待会拖一下农民拖的怎么样 但应该问题不大 两个农民采气 现在回到三个 保证八个农民采水晶 第一时间六朝阁已经是出门了 但是应该会被对手 哎呦绕了一下 对非常聪明 就差一点点 这个肯定是计算在内的 而且第二个房子也不可能看到 但这边雪吃已经好了 建造蓝还是比较有自律性的 蓝色补了四条狗 对 那如果这六只狗的话 你直接墙上其实没什么机会 你如果适当性的 比如说你可以藏一下 当然它由于它没有正常到对手的一个打法 所以第一时间六只狗上去是很正常的 人物探可能是赌 歪之外可能是双开 现在还是很有机会 因为是六只狗打四只狗 逼着对手拖了一下农民 这个也是对于拖农民那方还是比较亏的 还是不停的利用自己六条狗的一个数量上的优势 不停的占贴小便宜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另外一分钟的话 赶紧走赶紧走 只能走 因为有的女王的不是它输出比较强 而是它的这个皮比较厚 皮比较厚 无限的接力的蓄狗 不停的逼着对手 不能补充经济 好 现在我学习一下 Revertime到底怎么来应对呢 还持续的 还在出狗 这狗的话还是藏在家里面 这四只狗藏家里是做何感想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狗素 狗素两边是几乎同时 现在 哦 这什么 独包虫草 那一照独包虫草的话 我估计Revertime就走远了 为什么 因为照独包虫草就意味着 YSY它可能后面所有的虫草 好像不转化成小狗 而且YSY这时候肯定是停气的 而这个时候的话 由于Revertime是要补充毒暴虫 所以它的气体不可能停 这样的话 它采水晶的农民就要比对手 农民是要少 所以它的狗的数量就要比对手少 希望它选择 它选择出的是两个皇后 这个选择非常的明智 互拆 互拆的话感觉 感觉YSY非常危险 因为这即使是只有八只狗 也是能在YSY家里面 搅的是天翻地覆 而另外一方 看下另外一方 另外一方 这位一方的话 哎呦 农民挤得非常到位 还死掉了一个皇后 我们来看一下 小狗树战依然是保持了非常多的一个优势 毒暴虫马上就要好了 如果毒暴虫好的时候 炸到这些小狗的话 就非常危险了 就两条狗 那个地暴也马上好了 看下这个毒暴虫 毒暴虫 毒暴虫好了 毒暴虫好了 两个好了 两个好了 好一个 好 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看一下农民树了 这边就在防住了 对肯定防住 看一下农民树了 有7个打6个 7个打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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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有个地宝 有毒暴虫呀 火翦海 优势啊 这是火翦海 我活着麻烧了 那是我胡说八道了 不好意思啊 看错了 这是人们的探 农民数量8比9 这里还有4条狗 看能不能打到几个农民 打到一个农民现在也是巨大优势 多打一个农民也是优势啊 4打3 4打3你也说 两条残血 他可能想保存狗变独暴吧 他舍不得一条狗 现在因为YHY是有独暴这个科技优势的 只要正面上给YHY变独暴的时间 硬着头皮往里面冲 肯定稳赚不赔的 而且他现在其实只考虑进攻就行了 防守的话也是比较的无忧的 对 防守家里还有个地宝 还有女王 所以放心 刚才这少量的小狗绕了一圈之后 逼迫对手捕了一条狗 这样的话现在YHY领先对手三个农民 刚才是领先一共农民 现在领先三个农民 对 14比11 又有独暴虫 你狗来吗 好阴险啊 来来来 撞掉了 再变吗 不敢变 现在可以变 只要变好独暴 然后操作两个独暴 就鼠标右键往这个农民堆里面 矿区里面一走就行了 没错 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现在农民数量 哎呦 现在差一个了 再补着上来 YHY觉得现在单 矿 一个基地一个女王 现在这点农民已经足够爆口了 也两倍一样进行互拆 互拆的话肯定是YHY更乐意看到 诶 都小狗藏了起来 对藏 故意藏的 这个其实很动 已经开始变得爆了 正好是一个套路事件 这个不敢打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但是可以包掉这个黄色 哦是黄色包掉两个独暴 保存下 瑟瓜虫 哎撞了狗 撞狗 哎农民农民拉走 撞 撞X件 哇 X件 抱抱抱抱抱 X件 抱呀 X X-Men 哎呦 几个 5个 5个残血农民 哎你那时候两只狗呢 还是被发现了 确st能不能 嗯 他可能 动了一下 这个时候就看谁去补刀啊 一二三四五五个农民 五个红鞋的是吧 六个还一个才期望 六个被撞到 真不补刀吗 对手肯定守呀 再看一下农民数量 24比17 这波打完之后 我还说已经把农民补到OK了 由他从他的开局一直施力到现在 不过现在还能坚挺的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其实真的 那边那边那边 对手家里面对手 蓝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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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蓝色对手家里面 就这个 补刀 这些补刀都爆冲 哎呦 撞了几个 撞了三个 我感觉红色的残血农民越来越多了呀 总共农民技术单位 两边其实差不多 这边也被撞了 就刚刚被撞了 这边刚才也被撞了 双风都做了点小心思 现在农民数量是 还是YHY稍微领先一点点 哎呦 这很聪明啊 YHY是在疯狂战略毒暴虫 然后陆克也转略毒暴虫 不要补太多的农民啊 YHY 哎呦 没事没事 我们穿了两条狗 这两个女王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对 好看到对手 二矿已经造好了 所以接下来一波 RUTIME肯定是无命的一波了 这个 四个毒暴虫不够看啊 那攻击输出还是不够 对啊 对手二矿其实就出兵就行了 也不用采矿 对 他还其实还可以把地保片移下去 因为跟我的人手二矿 那就看毒暴虫能不能顺时 把对手的小狗全部撞完 然后自己的小狗可以 有效的攻击输出 人口是23 对15总人口的话 40对29 农民领先8个 6个 就当牛犯战的微操作 我没走 两个毒暴虫两个毒暴虫 一走 好 我出去不走吗 到现在两个毒暴虫 哇 好的 完了 这一炸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后面的狗汉一条都没动 对手处理天死光了 摇 摇 我敢摇 去摇 战打他去基本上已经稳输吧 就是我上估计也不能删台 差10个农民 而且还相差一个基地 一个女王 变豪啦变豪啦 哎呀 哎呀 太赚了 回操作我们再看看蓝龙选最APM 哎呀又没有那个皇后呀 GG GG 好的 恭喜我们的YH1 顺利拿到第一分 已经达到7胜0 7-0啊 依然百分百 对我 不知道你在其他比赛这个战绩如何 至少在PJ5舞台上面 ZVZ你势头把交易 ZVZ之王是吧 是啊 7战全胜这个成绩其实还是蛮难得的 ZVZ之后就是不败嘛 就相当于是7连生 因为ZVZ这种同族变化 这很重要的 对 经常会出现一些硬钩翻船的一些势力 但是YH1真的作为老将 老基福利 老马仕途 老 老摩生算 连破老蚁 连破老蚁不是好话 不是好话 那个 总的来说我们 我觉得ZVZ这场 这场ZVZ比赛 有点像星期间霸一的ZVZ 就是 节奏 节奏很快 节奏快 而且开局很奠定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转折 啊 是的 实地遇上对手非常这个正常的 13农民的T2狗开局 对 北玩客 如果实地遇到的是 像那种15农民外双开局 或者是遇到一些再极端一点 比如6D7D 那我觉得就比较有优势 遇到正常开的话 确实优势不大 而且值得表扬的是YH1在当时 将近有10秒钟左右的农民拉扯当中 一个农民都没死 这也是比较这个体现他优秀操作的一面 在这种 一开始被Rush的情况下 一般选手一定要保持稳定的心态 因为对手是 知道他是提速的 对手是一个Rush而 手忙脚乱 农民死多了 那很有可能对方尽管是实地 但是他后面全部都是补农民 等到你们交战完之后发现 对方农民比你多一两个 那你即使开局有优势也即使局面不优了 好的 这样的话 西方方选手打成了1比0 我们是一个比优3的淘汰赛值 询问一下选手是否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Rivertime其实有段时间一直在使用神组 有一段时间又重组 现在好像正式转型到重组的时候 又用回来了 又用回来了 所以对于双修选手这个成绩一直是我们很多其他一些观众们所关注的 对 印象当中双修选手成绩最好的 《星期三八二》当中你记得是谁吧 应该是Lin吧 Lin是好像是重组和人组 以前好像Freedom也是 Freedom是吧 他也是 也是用 我知道 我知道谁最好的 Nice 对不对 你懂的 Miss用神组和人组 第一人 那个女子第一人可乐 然后这两天正好是有一篇新闻发布出来了 采访了一下Miss 就是说那天因为太紧张 估计只是出了70%的一个实力 有 然后他好像 目前啊 已经有其他消息 正式他要挑战男选手 是吗 对 真的啊 但我觉得这个 哎 哈哈 你 四页上 你不是四页选手啊 四页上 我稍微打不过打不过 哈哈哈 如果是的话倒是可以直播一下 刚才有一个话题这没说完就是我们PY大战啊 PY PY大战 你问你 为什么叫PY大战 游戏浮云嘛 我还开头 你一个太太那个太那傻了 PY大战很正常 那你跟小米的那个神仙道夫叫什么 ML ML ML.PL 有点 米龙大战啊 就是 因为说到Miss 这次我们跟游戏风云的一个对抗 大家一定要上我们的论坛帮我们投票 投什么呢 投一个大家来找茬 这一个比赛项目 那具体很多 有些看直播的观众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 这是中国两大视频媒体的一次颠峰对决 八大项目 其中加一个表演项目 反正比赛的对阵肯定是非常刺激的 八大项目已经被确定了 对而且会是在两个平台上面进行一个直播 而且我们还会分别各请一名当家解说去 你还依然是和你跟BBC是吧 我就跟BBC有解说 然后你们打的时候也是自己解说 对 那可以互相干扰 那应该会非常的欢乐 据说是不能互相干扰 反正这次PO干游戏风云 所有PO的观众已经团结起来 我们这次万众一心 我们领导说了 对 这次Frender也要出战 跟BBC打星期间Y1你知道吗 打BBC 这两天Frender震慑不干 PO公司的生死存亡他不管 每天在那边裂心记忆 你感兴吗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PO 一定要打赢游戏风云 打完游戏风云我们打没死好吗 好的 这个时候DC老师7号 广播是吧 一头汗是吧 让你们知道是吧 这个厉害 对 好了选手已经是 终于准备就去了 我们进入第二季的比赛 加油 加油 欢迎收看英伟达2012游戏群英会 今天是我们星期阵霸2 项目16进8的第一天的比赛 红色的虫族是来自WD俱乐部的RiverTime 而蓝色的虫族是来自AG俱乐部的YHY 我们苏称他晚安 目前在POO各大比赛当中保持着7战全胜 Leveled的100%胜率 非常的不容易 希望他今天能够把这个胜率一直保持下去 下一场比赛是RiverTime冒险用了一个实地开局 确实被对手开局占了很大便宜输掉的比赛 而我们就遇到这边是第9个农民出去了 干回事儿了 第9个农民就出去探路了 你看真舍得这个农民啊 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一个农民在初期的时候 而YHY以我们对他多年的了解 他选择12农民出去探路 这张地图2点间因为距离比较远 所以用RUSH其实不是特别好的 而这边是 捕到了第11个农民 RiverTime这么早的探路到底目的何在呢 没必要那么早探路 第9个农民就出去探路了 怕对手也适合环以颜色一个实地嘛 你认识实地的话 对呀 他应该也能挡得住 这种感觉像开局让农民似的 嗯 我想起了以前咱们那个心之恩怨赛 也有经常会让农民这种情况 哎呦来了来了 竹子对手开二矿 这边也是 我开了 好都成功的干扰了 这个我们要看双线操作了 对看看谁 谁更给力一点 哦这是YH-Y的操作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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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YH-Y的第一次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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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呢 哎呦还成功开架二矿 果然确实有实力啊 这果然是保持不败的男人啊 嗯 好我们看会OB视角 相比较而言 我们看到RiverTime这边明天就差很多啊 这边雪池都已经造了一半了 这边还没放下雪池 可以放下 嗯 但防射能防得住 但是由此可以看住 这个多线操作上面 两人两人貌似还是有一点点小小差距的 这个两个人是年纪差十岁 怎么感觉反过来了是吧 张璐张璐很年轻吗 张璐是九 反正90后先是吧 90后啊 那YH-Y哪呢 YH-Y82年的是吧 差不多 好我们看进度条 我们看U-减 看看双方的一个差距 你看 直接就比你多两个农民 还比你积框的好了 哦 这是什么 它干扰的是吧 哦这是干扰的 对啊 这样的话你踩积框你就尴尬了 那行啊 我我你这做好的话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积框去 而且打掉这个进化枪还有小虫子 小虫子干扰 那我就做对啊做另外一个积框 肯定这样 这样也行啊 肯定行啊 我有个问题啊 如果这边三个农民踩积的话 他能踩吗 你看现在踩了 就很偏 要四农民踩 其实还好啊 我觉得气还好啊 如果我前期对气 主要是震慑做人知道吧 你家在毛坑上面是吧 有一个人他就趴在那是吧 你肯定不爽 而且这根本还非常的无赖 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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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打死我 我喷一口血 对 你看待会喷一口血 来一起唱 好放一个地堡 看来 我还说要准备要发展了 这时候我们看那个小虫子啊 喷一口血 你打死我 好男跟你拼了 对 穿个虫子打农民 打农民 拖一下吧 没死 漂亮漂亮漂亮 六滴血啊 对 这个呢 果然喷出的血是毒血 看一下农民数量 19比19 这样的话也双方也搬回来的 也确实啊 因为 我还说 这个必须得造起条狗 才能把这个 我还说是补了地堡的 你看 他补地堡的 所以说 他农民少 没有比对虎子多 而且还补了两个气矿 是的 死掉两个龙 我觉得既然二气矿了 那干脆就 发展 废无利用吧 对吧 发展是吧 多谷个 停机可能大家都缺钱 不过对手分 可能是抓住你这样的一个心理啊 然后正面可能要捅一波 有没有毒爆通常 有没有 双方狗速基本上也是差的不多 这个时候就看谁敢补农民 哎呦 歪出来这边是补了12条狗 确实没有采气 并且把狗藏在了高地上面 非常的坏 这是一个藏狗的措施 狗速快好了 马上进攻了 但是这边的话 哎呦 张罗龙认为他们是想要出独暴虫去进攻对手 但是狗没有爆出来 对手狗好多呀 哎呦 他是想等独暴虫抄好了 我再开始补狗 然后小狗变独暴虫去冲 但是现在独暴虫抄没还没好呢 狗也没有爆出来 完了 这波进攻 不死也残啊 这龙脱的伤呀 独暴虫有变吗 现在没时间变 现在变了也是被A掉的命 除非在组 没时间其实也应该变 就在独狂变 其实狗还是对手要更多一点 看一下U键 16比18 现在差不多了 但是下一波是独暴虫 上一下上一下 我觉得RVD跟大家交过这一招 就是如果对方有独暴虫 你没有独暴虫的话 你的小狗一定要在对方家里面 不能让对方的小狗和独暴 逼到你的家门口 一旦逼到你家门口 你再多兵也是很容易就被他撞掉 你就没有这后车的余地 对就是像这样 好 操作一条狗来咬独暴虫 准备硬上 哎呦怎么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当机绿盾啊 家里面能不能守得住 有一个独暴虫 两个 好的 来出来操作非常漂亮 两个才撞了一个狗吧 那边的话没有独暴虫 哎呦 刚夸你了 独暴虫 独暴虫点掉都还好 只要独暴虫点掉 农民 农民 还好还好 死的不多 在你家里面变独暴 一定要虚图解决战斗 这两个独暴快好了 快好了 好不了了 好不了 差一点点 如果刚才那种独暴虫 在中间暴虫的话 就麻烦大的 打完之后看一下 农民数量是28对25 反倒是RUVTIME是领先了 哎呦32个 RUVTIME是拼了命的补农民啊 嗯 我们看一下 这边蓝色也就是说是 15个 晚安 打掉了 RUVTIME15个农民 想要去骗对手的独暴 顺便侦查一下 没骗他独暴 上面还是大人的小狗 呦 还有个独暴 只要把这个独暴 骗掉 操作一下 哎呦呦呦呦 这个独暴 这个独暴 好溜啊 诶诶诶诶诶 故意的故意的 故意的 这我就是完事了 玩弄于鼓掌之间呀 把这一手的独暴虫 不过自己全送掉了 还没有撞到什么东西 看农民数量 36比33 我还说刚才也是在捕农民 是的 用一小撮狗牵扯对手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 YQA应该是疯狂的捕农民的一个阶段 然后因为他现在是有蟑螂塔的 诶 这是什么新的建筑 在二矿 二矿那边 BV吗 啊 对配合着蟑螂 去玩走口 又穿进去了 好 拼了个独暴 感觉微操作确实玩要更好 我们看看APM 但是APM不是特别高啊 你看 玩的APM平均才92% Revertime的反而是120 高出了将近30 这是平均有效操作 由此可可见 玩的操作有效率更高些 看看 看这个操作 EPM 哇 EPM流畅更高 你看 哇 我还出来的大多数操作我们注意到真的差不多全部都是有效操作 很少有废操作 哎 这 啊还好 蟑螂你不压过去 哦能守住能守住三个地宝足够了 好溜溜的农民又上去了哎两个藏起来了 变毒爆了 注意哦 但是这个超过正面了也许 无瑕固计的两条狗 两毒暴虫 哎呀呀完啊 危险这不不应该冲啊 三个地宝那么多蟑螂 完了 危险了 哎呦还好 发现了 小狗的血肉之躯 他本来想用农民来打 是小狗是小狗 他本来想用农 再加上农民 去去撞毒爆 我这几个地宝真硬啊 地宝真的是蟑螂的克星 所以大家在 进攻的时候我现在总结出这么一个小小经验 可以跟球团玩家 分享一下 就是当你进攻的时候提出国家蟑螂 不要以为蟑螂是 防比较高顶在前面 错 是 小狗顶在前面先吸收这些浪费对手的 地宝的输出 对地宝的输出 然后呢 后续是用蟑螂去先点掉对手的 这个地宝 然后续跟的全部都是提出狗 然后你的蟑螂因为是远程攻击单位 算他是远程吧 尽管只有4厘米这么短 也是尽量的保存下来 因为你的狗是原样不但上来做肉盾 这个操作大家最好能够稍微做得好一点 嗯 好影响一下对手的开三矿 漂亮 刚才是不得已 变了一个 气矿 这样的话我们的玩现在开三矿的时间也是要比对手快那么一点点 看一下农民数量 50比50 两人打的真的是不相伯仲 再看看 科技方面 这边姿势大也刚刚好 我还说在这边是补了第3个 其实应该是第4个基地 升值了埋地 这边准备出蟑螂 我们看一下他的 刺蛇 出刺蛇 他可能以为对手要出吹龙吗 按照这个房子什么都看清楚了 应该正常到对手没有出吹龙 这样的话刺蛇的数量不要 不要太多 前面有大量的蟑螂做肉盾 后方是 6厘米的 相对比较 长一点点的 四蛇来做 攻击输出 6厘米算长吗 我这方面不太懂 对于你来说算很长了 是吗 最长的有多少 有一个记录好像是29点几 哪有哪个单 巨像 巨像才十几 是俄罗斯的一个男的 战 你看我这种纯天的人就被你带坏 双线 你敢信吗 张康也能打双线 打双线 野百合有春天 快走快走 你单分你是野百合 他真强点啊 能卖地 强点 那你 残血了被卖地啊 这里赚了 点掉基地点掉了 卖地了 卖地人家有这个 眼虫也有眼虫 不过这里是赚的蛮多的 对啊这边也来了 我 晚安现在进攻又要那么强 容易吃亏的呀 如果操作一个 这边还没打完呢 你就 只是为了救了 救这些狗啊 救这些蟑螂而已 然后继续扯动继续扯动 然后逼得你回救 看不得价值 三千九比三千二 现在正面战场上面应该是 好的 能够看得更多一点 非常的聪明啊 这扔进去非常的明智 但是我们看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 正面示范也不停的路管了 哦好的 打点路管 三框呢 这打得很灵动啊 三框三框也没有路管 三框没有 三框没有 然后他不冲 他非要冲两二框 还有这个 人的心理动作都是这样的 郑重下怀啊 郑重下怀 好你你上来我我管好了 而且正心也是对自己有利 对 而且我自己也是有四舌的 这边还没解决呢 哎呦 我还说只要挡住这波 这肯定很挡住 花言威乐就挡住 这不这局真的打得相当的出色 刚才那个双线 一方面干掉了对手的三框 另外一方面 也是拖延了对手的一点点时间 这边哇 这可是定时炸弹啊 这让我想起了 忧恨打那个 TT那一局 框后面到处埋招了 是 好第八项爬过去爬过来 这么多部队不够看呀 人口是160对110 有没有探身之是两宫 反而是一宫一房好的两边还包夹 奇迹 非常漂亮 八战全身的DVZ 恭喜 我们一起玩 传销不做促销太可惜了 人才呀你 加入神龙教 千万加入神龙教 连我都想加入神龙教了 是吧 不是 确实帅实 你们说归说 大家平时 论坛上由必扣归扣 是吧 个影归个影 但是真正需要 大家的时候 千万不要倒戈相下 没错 我不求你 能为神龙教 出多少力 你不要加入 小米的奈眉库 我就非常心满意诸 对 这次这个 二脸龙细米夫 是我跟小米的一次 对抗 亲米接触吗 属于对抗吧 那个 所以希望大家 这次认真的 有的时候呢 玩笑归玩笑 开的时候 没关系 大家都 心态比较放的 开对吧 开的玩笑无所谓 但是真正 需要战斗的时候 一定要 站在我这边 好不好 如果您这个平时 喜欢玩网游游戏 或者说擅长我 玩网游游戏的话 不妨在收看直播 或者玩玩星期二 之后 空余时间 可以来点一点 帮我们神龙教出把力 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刚才是 2比0 也是完成了YCHY 在PoA舞台上面 八战ZVZ全身 八连胜 这个纪录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后来者 可以超越 那应该是自己的超越 自己超越自己 下一场 九连胜十连胜 都有可能 因为 我感觉到今天这场的 ZVZ 不管第一场 第二场 都是在全面的压制了对手 按理说 Riv Time 我个人看来是中国 至少前五队 这没问题的 甚至有可能排名前三 是 然后YCHY竟能在 比较多变的 ZVZ上面 全面压制对手 然后打的这个Riv Time 几乎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可以看出这个 王安确实 非常的优秀 那我们也是 寄予他厚望 不知道在这个 排兵对阵当中 王安是否会对阵 日本的东英武士 哎呦 之后要看一下那个对阵表 才知道 好的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今天的第2组的比赛 分别是来自 天鹿俱乐部的 小将 吉姆 不知道吉姆现在成年了没有 还没成年 我们先看一下双方选手的 95年吧 还没成年 对 第一届 血色的四翔 EVT的胜率是52副 不错 对 所以这场 EVP胜率 50%的 德斗小律 有点悬 德斗小律也是 AG追的部的 原小将 对 也是一个 他应该是代替 高二吧 对 高老师已经是 离开职业圈了 最近他也在忙 他自己的视野 前段时间我们跟他 聊了一段 因为一般 只有退役了的选手才会想起跟我这个老朋友 聊聊天 像吉姆这种货色跟我聊的都是90后之间的一些话题 我根本就掐不上话你知道吗 还是怕您住负 好的 大家最近吉姆这个 状态和战绩也不错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的这个下注是否如我刚才所推荐的一样 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我还是比较好对吧 所以我现在关怀是正的 大家一定要跟着龙哥走 吃肉喝啤酒 对 好选手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期场PVT的一个 对决 好了 终于准备就绪了 那我们看看今天 16进8的第2位出现选手 加油 加油 欢迎收看英伟达2012游戏群运会 今天是我们新二项目16进8第1天的第2小组的比赛 画面当中红色的神猪是来自天鹿俱乐部的15岁小将 吉姆 16岁 长了1岁的 蓝色的人猪是来自AG俱乐部的豆豆小绿 我觉得AG俱乐部是不是豆豆小绿是不是那个喜欢 画漫画的 看漫画的动漫的那个 那个小朋友 叫这个名字 就不是也是了 这样的选手真的跟我们主持人有名字代表 基本上是我们的一半岁数 快一半 我是一半 对 差不多是你一半 真的 他是刚满16岁吗 那我也是刚满 你刚满60岁吗 PVT PVT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已经看多了很多场的PVT的大战了 貌似人租全挂了是吧 地图是贝尔什海岸冬季版 这张地图已经 马上要被天地给A掉了 嗯 这张地图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为什么还A的这样地图呢 有点搞不太清楚 但我一切都是站在 这个图三框不好开 三框不好开 有点远是吧 确实 不过这张地图我打的也比较少 神族的农民探路更 勤快一些 转进去 可以焊一下这个炭造建筑的农民啊 可以让人族再拖一个农民过来 影响一下经济 放了第二个水晶和控制核心 而且都是紧贴着自己的矿区里面来造的 是的 你不是要开二框呀 嗯 当然比较开二框 当着你面开二框 大胆 是 那对于吉姆来说 肯定是要前压一下 但吉姆可能 哎呦 我刚想说 吉姆可能会想 那哥们是不是野外双饼 马上一回头一看 哎呦发现基地 就直接就屏蔽到对手一个 极端rush 一般来说 可能去布兰萨因为 你第一个农民去对手家里面的时候 第一个兵营和这个房子 第一个兵营应该是还没造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从时间上可以判断 这应该就是 第一时间150块钱放下那个兵营 其实呢 其实 最好的方法是属农民 如果你比较快的话 是的 属农民发现少一个 就基本上 可以判定了 当然这些都是高手之间那些经验的 累计 星空扎斯勒给了 兵营优先出第一个决裂者 那这第一个决裂者 一般来说转不到什么 特别大便宜 除非你是双兵营开局 那么不听出决裂 在对手二矿 马上进行开启的时候 可以 进攻一下 杀杀对手来修理 保证农民 可以赚点小便宜 单兵营开二矿 转三兵 这种古老的战术 然后开双气 撞不到这个特别大便宜 强行进去吗 进去的可能性 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 好这能弄的不错 但愿是好事 但愿是好事 吉姆这边也是比较的要经济 看到你速开二矿 那我也就速开二矿 目前为止还只是单兵 补了第二个 把零珠农民我们数一下 几个21个 他是不是拖了给农民去去分矿 所以感觉农民好少的是吧 他现在是开双气 所以他拖了没需要矿是目的什么 骗骗对手 也没有 现在农民是 调配的正好呀 你自己数一下 你看 这边的话是八个农民踩水晶 那边的话也是打得差不多 然后最主要是分矿农民 肯定是要多一点的 因为你是一个经济人的开局 方便第一时间拖农民 去维修这个地步 不过前期说实话 你让我走这么点距离 尽管很近 你觉得舍不得是吧 我舍不得 我就舍不得 接下去 应该是吉姆 要出抓到时候了 我们注意一下他两兵之后 三兵 刚刚那个死掉来自越 应该也是没有看到 其他的一个动作 刚刚的二矿底下 还是只看到第二个兵而已 我直接看三矿 我本来还在想 吉姆什么时候放下VR 开始进行侦查 直接放三矿 比较奔放 那我们看看德队小略 今天是否有足够的信心 在中期的时候给予 吉姆 明智和实力兼备的 这位选手 重力的一击 现在还是13兵 进攻场 你们要是再放飞机场 出运输机的话 那我估计就走远了 我们看一下 多多小略是否要飞机场 放飞机场 我估计 这个时间 各种时间就已经没 没什么特别大了 像这种 没有什么攻击输出的 看这边刷几个 开了三矿还要进攻吗 想给人租一点压力 这应该只是压一下而已 对 我也觉得只是压一下 那人租吓得哆嗦 全力的 补兵 果然是飞机场 那等你要真正出战的时候 三矿这边已经开始 运作了 进下去这个时候 应该是神租开始 叛科技和补兵的时候 双 断炉 对 听不懂的这个压制 其实做得非常好 正面 这个压制呢 其实一方面就是防 一方面是防对手的压制 这样的话我可以顺利开出自己三矿 另外一方面它就是 把对手的这个节奏是打乱 你看这时候农民 这个农民非常亏 你看这几个农民啊 对啊 好多啊 七个农民 七个农民 还补了一个地方 其实八个农民 其实他 吉姆根本 没货 没货 对 不过他几个哨兵倒是可以 还假装上去冲 你看 开护盾 奥斯卡影迹奖啊 你眼睛行迹 因为你也是影帝啊 影帝 如果你真要下来 其实我哨兵是这边 放三个立场 这边是 回收了两个 回收两个 应该是撒利达的吧 微一下看他的视线 是不是看到这个三矿 没有 没有 遵循可以解诺 哇 这个演技太出色了 123 黄埔兵 456 这已经 赚的盆满波 对 那个气死了 拿这个 拍了 我现在就怕 就怕刀刀小律 还门在鼓里呢 他是不是觉得 刚才我防的不错 哇 这些兵人刷出来的话 一刷就有好多人口啊 现在几个 123 456789 9B 双断路深攻发 马上就一攻一防了 V4E的话 再成绩 Blink 马上后面后续刷牌应该全是 打双线空投了 好 接下去就看多多小律 双线空投到底能取得多大进展 如果这次不能给神租重大的经济打击的话 基本上就走远了 双方的经济收入 我们看一下I剑 2000加 比1400 这还是算上人族矿罗的经济收入 这本一头下赚不到多少啊 这还挺能打来一拍的 咋得打不掉 线传兵啊 哎呦 这个枪没复复是骗人给的呀 瞬间把所有资料都全打完了 正面是简单接触了一下下 哎呀 但只要不伤经济 只要不伤经济就行了 把他拍的哪怕自己给 还还双走了 这样的话 每分钟经济收入啊 还是 神租要高很多 是 九兵三矿 人族现在要想赢的话 只有顶级人族 并且为所开三矿 但是这样的话 神族只要 肯定是第一时间能够优先 优于人族 攀到200人口的高帅富 优于进攻 正面战场已经不是神族的 对手了 看能不能测试空投 能够取得有效的进展 投的话最好不要投在这种角落里面 这边已经有做出防御了 最好投到对方矿区里 两攻两方已经开始升级 多多小力貌似 也是确实是想要为所开三矿 就看 当吉姆报到200人口的时候 你是否也就用命 来采三矿 我们注意到 吉姆的兵种组合啊 就是 ZEALOT 大量ZEALOT 加哨兵为主 那他的气都用在哪里了 都用在科技上面 对啊 气到时候展示数据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科技兵种 终于发现 对方的三矿了 这个VF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被这么多人围着围观 竟然转了一圈 还活着 哨兵感觉压力比较大 这种还是纹丝不动啊 哦呦 这招运输机 能不能看到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看到一个枪兵 看到一个枪兵 打双线 这个时候先正面对 给对手一点点压力 只有没发现 战场的转折点 难道要出现了吗 好的这波兵 手都非常非常多啊 你新船 你新船没有啊 新船全送呀 对手兵太多了 你没有主力的话 救不回来 哎呀 并且还要四个一段 刚刚在那损失了多少钱啊 还有一个地方 地方没什么用啊 关键是打经济 对 现在 你让他回防吧 我们看一下 所有的那都回防 再再再刷了四个兵 你接走 接走 对把追列打完之后接走 OK 不敢接了不敢接了 对点追列 可以接了现在可以接了好 哎呦但是被打掉了一艘 正面只是阳弓 正面保存部队对 就要死掉 好了这么一个交换的话倒是 稍微 扳回了一点点 三框也开出来 如果130对150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两弓一防人 哎呦 力差差一个 力差不错不错 那么多呀 再投 三轮回马枪 呃现在应该不不太赶脱了 不太赶脱了 但是两团肯定不太赶脱了 只是我们刚才 其实放了一点兵来进行回防 来玩的主要 但是你 你能防住一传两传 你防不住四传 对 四传多多小略 刚才那一招 确实弄得不错 他当时 而且他给神猪正面 假装那个压力 对 什么方法呢 打你赛人在亮望塔的部队 呃的一个兵 只要你把赛人在亮望塔打掉之后 神猪会觉得我要把那个赛人 在亮望塔再站回来 我要取得正面的一个那个观察的主动性 所以大能阻力部队就过去了 还真的 不用派很多的部队 只要够打掉这一个 就已经 会把神猪给 炒作起来 166队 143人口 两攻两防的神猪部队 对上两攻一防的 人猪部队 也是两攻两防了 人猪这个 拧琴女王吗 拧琴 是神经拧琴女王吗 还是Ghost的 Ghost他居多吧 Ghost他居多 这个时候 在造Ghost他 Ghost他 还不造他 也是理睬 中国名字 所以又知道 掌握 又头了 这边没张到什么 脱龙女 死了些神猪部队 神猪的话是在8点钟开除了自己的第4天框 这边的话是一个大地宝 所以是比较的安全 198人口了 虽然还不是最高帅富 但是也是有几个大家互了 这个他命的是趁对手的Ghost还没造出来 哎呀呀呀 大人的Router两攻两防很硬 哎呀两个Ghost送啦 哎呦这样的话高帝被神主战了 是 他不然被他割死你了 就人都不对没了 人都不对要被很轻松的吃了 攻防也有优势 太硬了 太硬了 龙兵都上了 龙兵没用啊 通的 大量的Router 确实人口上面也占据着常有这个主动 这边有7点多两张 但是有个的数量太多了 接住了 再来 好 这个位置是不错 装上去 幸好3块还保住了 3块没伤经济 现在是使了点部队 人口上面双方差30人口 嗯其实这个是非常的直当的啊 龙兵刚刚还是想再继续投 空投两传 感觉 没了 感觉投过了 简洁了 节目正面给人的压力好大 对 节目这样打的话是 稳赚不亏的啊 即使是送了点兵但是是 迫使对手 这个大部 大部队啊是不能成型 现在节目再打一波的话就是自己三攻三防那个timing 是的 刚刚好是三攻三防好吗 刚刚好刚刚好三防三防好 所以这个timing不打没不打 哪怕送掉自己的所有的队 好走 好兵器啊现在都有4片框 加上这些 帝银待会我们要数帝银吧 这个人有一10号就数帝银 12个 12个 现在 哦 他不止不止 他这个没变进去 12加12345 5帝银 12加5的多少 那不是12个好像10个 有两个V2嘛 啊现在可以 16个16个 16个对 16个对 16个兵就是 200人死完之后再刷一轮兵马上 呃呃呃呃呃先看看这里 好 我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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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个兵啊 人数你得多少 建筑才能出兵速度跟得上啊 现在就是耗精技耗出兵速度的一个 计算方式 能源于是让我们再看一下 57比86 哇 我的 86 86 86 达出兵速度跟得上 所以他 死完 所谓的200人口 之后他必须得迅速补充 大量的部队 才能进行 第2波进攻 三传运速机要开始空投了 现在空投是多多小兵唯一能够 拿得住手 也唯一有可能可以力挽狂的招数 看到对手有好多的高帅富 硬着头皮投三传兵 这是赌上自己性命的一波 这面战场本来就打不过对手 还少了三传兵 赌上性命的一次空投 好的 进去了 那几乎就是一波打的呀 肯定场冲了 你这边少了三传兵 还有没有机会偷掉一两个巨像啊 五个巨像六个巨像 六个巨像是 生化部队在六个巨像 起扫的面前 这边 这边的话追猎者是 站在了围巾底下 这样的话 有没有机会 还有四个巨像 对围巾前送了 有机会 有机会 这边要操作一下 哦 不急了他不敢上 有机会 顶住了 围巾了围巾了 只有一步了 一个也会打 但是终于不得别上来其实 顶住了 围巾可以白点跑一点啊 刚才振兴 家里面家里面家里面 操作严重失误 我甩 那六个巨像脱节了 我甩 这拼的被甩了 这拼的被甩了 看一拼 刷刷刷刷刷刷刷 对方没缺对 哎呦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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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跳的 你甘心吗 好 查询站起来 看看FGM 139比107 越是真的是年轻小将的这种兜兜小略 FGM又高啊 其实我们今天FGM平均没飙起来 只有108 伤血弹 哇这拨挡猪感觉局势又搬回来了 是的 现在是 近五应该是小 还是有点小优的 你看现在农民数量还是77对52 年轻这边 顺杀开出第四片框 太猛了 小看你了兜兜小略啊 今天你要是赢G母的话 就可以以后又可以改名字了 叫兜兜大绿 或者叫兜兜小红 小红之后上面是大红 人口160比1443 刚才G母这大师傅就是那六个巨像脱节了有的在 扫下面有的在扫那个 房子 建筑 哎一根 好一根新闻机拉一下转型 两个不错还不错 维京了维京终于来了来得有点慢 来得有点慢 感觉还是很有机会了这位打巨像太快了 我漂亮 现在感觉G母的正面不给力啊什么情况 你看一下现在资源收入情况 他当的 对啊 2000 2000比1700啊 感觉G母后续兵了在这呢 这兵上不好吧 可以打过 你打吗 可以打过很显然是神足影吗好吧 没有吧 你自己看 就这样是在了 现在刷一轮兵之后 厉害 出兵速度比现在比出兵速度还是神足影 是 工房上面是 人足三宫三房 神足这边是三宫三房一护盾 围巾在那边 人口153比124 VT是有的有闪电吗 对啊 没有生闪电 没生闪电 他就合白球了 这你有合并的 你就为了组成非常漂亮的高学夫吗 白富美吗 人足的病呢 1234567890 也不少 也不少 我 果然白富美 现在不行了吧 现在你白富美 就要AAC对手了 人家要告诉他 人口 人口只有137啊 还是那句话 出兵速度都比不上 跟不上神足 你看他这个OB 停在对手脑袋上面 发现对手没有这个 Ghost 不上 对啊 所以这时候就是合轮白球上 那这波的话 人足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这波不出意外人数 就可以轻轰 见面掉对手 主要是白球太阴霸了 神足见面掉人 对人都会全吃 只要有白球 平常俱向 那绝对是王道 白富美啊 高选富 挡到现在 27分钟 相当不容易了 只要 要不是 吉姆之前 一定也早就结束了 恭喜小将吉姆 拿到第1分 战斗之后啊 我们的这个 吉姆啊 暂时是1比0 领先于对手 刚刚那场比赛 确实的实质上非常的漂亮 从中期 多多小律的一些表现方面看 其实还是可穿可点的 对 这个 主要说他的实力应该 吉姆应该比多多小律高那么一点点 但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是的本来是 两人的赔率 像我们的 BT点P 又点CN双撞是 一个是1比1 点9 那吉姆 然后我们最后小律 只有1比6 懂了吧 1点09吧 1比1 点09 1点19 1点19 相当于1点1点2 对 另外一边的1比6 大家一边脑都是看好进步更多一些 但是刚刚那场比赛让我们看出 你们不能小瞧了 斗斗小律 斗斗小律 刚那场比 刚那场比赛的这个开局啊 神族也是骗招非常的多 在自己这个单币赢转二矿 之后补充到三币赢 开三矿的时候 自己前置的一个pilot 是逼得这个斗斗小律 拖了8个农民 造了3个地宝 然后大量的时间没有去采矿 这样的话是迫使自己 前期半裸霜的一个经济优势 是荡然无存 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呢 但是在逆境中斗斗小律也是展现出自己非凡的实力 那四传运输机的空头啊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赌上性命的一波空 没错 也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不过这场比赛斗斗小律打的 有一点 有待伤缺一点就是 他明明知道对手的主力是zlout为主 其实他这时候应该多出点枪兵 他出的几乎大量的纯光头部队 其实这个部队的话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被神族 那些zlout为主部队是顽客的 那么说的比较可惜 是的 学问一下全球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 看一下 比较 比较快 对看一下论坛这个虽然比较快 但是我们今天楼层已经是超过了前两天了 因为今天是送食物奖品了 这帮这个 建立 就开始 建立 汪衣吗 汪衣 这帮货色啊直接开始灌水了 好久没有关注星期二了 重新回来了 这是来自于622楼的鼠标 接下来就是说我要鼠标 624楼青铜一把巨像直接暴露给光头哥 还不被 不被完全点完呀 然后P冲锋 阵行是非常的关键 很期待精彩的比赛 都是为双方选手加油的 那么接下来场比赛的两位选手呢 是准备毕了 进入到今天的 两位选手的第2场比赛 加油 你先说最后一局是 加油 加油 第1天第2局 我也差点说成最后一局的比赛 有可能最最后一局比赛 赛典比赛 红色的身座来自天鹿俱乐部的16岁青年小将 吉米 少年 少年小将 20岁以下我们都称为少年 20若冠 未达若冠者 全是少年 20岁以上就是 青年 那您这种过了30的 壮年 不是大龄青年吗 壮年是吧 轻壮年 他50岁也能 称为壮年 50 有有有 说青年都可以 有这个说法 50岁的人 蓝色的 人族是来自 AD俱乐部的兜兜小绿 他的对手天鹿 曹金辉 GIM 有人说 叫了 叫了几年GIM 16岁 怎么还是16岁 确实是16岁 他是95年出生 然后今年还是 正好16岁 因为他没过生日嘛 16周岁 16岁想想我们在干嘛 16岁 我是 前年 要想 去年我16岁那一年 一夕的记忆 还在引擎 是的 看一下论坛 这边的话是634楼 一个魔方 头像的这个水游 精彩啊能打算这样 然后接下来635楼 叫做神奇狂 头像是一头狼啊 看PRU四年第四发帖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 他头像是哈士奇 不是狼 看错了 看错看错了 因为是乔峰吗 确实很多PRU 都非常有才 预告一下啊 我们的PY大战 马上要开始了 大家千万 要上我们的论台 BBS.PR.4 去投票 一定要投 那个 大家来找查 这个比赛项目 现在 第一个比赛项目 已经基本上阵容也定了 对 说双方约好 就是 星际争霸1项目呢 PY大战出 Friend 为什么要出他 他又不这么菜 主要是 主要对手 更菜是吧 这时候是他 挑起来的 嘴巴太近 你知道吗 因为他其他的都不能上 所以可能 这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但游戏分运的老大也会 出场比赛的 我估计像 LOL或者DOTA之类的比赛项 是吗 而Friend除了星际一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会 当然大家来找查他也会 大家来找查的话 我们有 我们有我们的消枝传说 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千万不能太高 太多暴动 许说有天眼的 哎呦这吉姆有会上 看看 3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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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一说到这个 P有 PY大战 关键就忘记看比赛 应该放VS 好的 传说中的虚空 加船兵了 金娃金娃 你一个12岁的小青年 啥坏事都干 对呀 看来童年阴影啊 确实蒙上了不少 小时候就没有感受到 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 所以长大了就 专门在 机脚嘎嘎嘎嘎里面 干坏事 你看上一场比赛 我觉得 第一个转折点 后面有一两个小小转折点 但最大的转折点 还是吉姆的那个 假装的那个 假装压制 其实是开三框 是的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说明吉姆年纪轻轻 都非常学会 演技派 很有演戏的天赋 这现在 他现在是童星嘛 过几年就可以拿 拿影迪镜像奖了 拿完影迪镜像奖之后 就可以做写星 SV进来了 哎呀 这也坏了 也坏了 这个演了一出悲剧了 哎呀 这被他竞益吃了 什么都看到了 发现你就有两个 而且新闻不到现在还没开 是的 就撒 就撒别人 那我了解了了解了 我外面肯定有东西 看多多小绿的精英了 多小绿现在 现在的话应该是补B1 对他第一时间补B1了 果然 对补B1的话 一方面是防对手的这个VR 或者说是VS 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已经是第一个时间发现了 五个枪 那么多枪 可以 对可以 趁对手没有 哎 为什么不上呢 数量不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补地宝都可以啊 四边全力补传兵 他是在等B1然后修BT 可以修BT了 可以修了 修了 哎呀现在应该多出点农民来修 他没事 他要四边一出兵 刚才农民被拉了一下 哦 暂时是放弃二框 这个不能让对方的虚空 已经两个了完了 我刚想说不能让 对方的虚空数量达到一定的质变 两个还好 主要三个就糟了 三个以上 三个以上就糟了 四个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质变了 对 冲男 一旦打到四个的话 自己保住浮云 继续啊防护塔我觉得也要走了 他真没钱假没钱 哎呦这个立场一格啊 关键是 关键是虚空 还行 枪名多枪名多 枪名多 好的 顶着虚空 Zero他往前顶啊 哎呀两个虚空就送了 他撤了撤了 他就放弃了 我操作真好 Hit at the run 我不过这两边这两个虚空 血量也有点恐怖啊 一个四个血 一个二十二个血 五十五两个 你没死你也没死 残花败了 四边枪名果然 观点我觉得还是刚才眼心眼坏 对想想两个坠裂往前压 让你以为 啊我在 开二框或者 报地面不对 最近我们确实有做邪心的前置 现在三个虚空但是这两个已经是 残血状态 看来吉姆是不准备 发展了 还是要用自己的科技来压制对手 哎呦但是你得不 没钱没钱 他开二框了 没钱 四个虚空的话还可以再冲一步 其实现在对于神族来说 他正面进攻是没什么机会的 但是防守 依靠三个虚空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防守 所以他现在就开画很有可能再开第三篇画 但是他不能忍啊 我觉得吉姆不是一个能忍的人啊 看他造不造这个 我推荐神族现在 就再开一篇画是更好的 他现在轮名数量不够 85人口比58人口 出巨像吧 出那个虚空吧 不出之后 因为现在人族的枪兵 一是兴奋之也没有 然后盾牌也没有 只要充能完毕的虚空都是秒杀这些枪兵的 三个时空不 吉姆你不要这样啊 你这样耗下去 经济跟不上人族啊 来打掉打掉这个建筑不错 这样的话会被这个虚空充能 虚空真多 我太重玩了 而且 一攻和部队马上好了 这两边人口已经是100对66了 我知道吉姆想干嘛的 他是用散任的部队分住你 让你不要 越晚攻过来越好 对就是防守呀 对防守 这样的话好给自己的二矿 赢得更多的采矿时间 但是人族这边采矿也比你更快呀 49个农民比39个农民 整整领先你10个农民加上矿罗 都都晓得这盘非常有智慧 不停的在这 吓唬人的 要开始演技派了 要开始演技派了 但是你立场就暴露你自己的这个 屌丝的本质 好了 领先三十人口看部队价值 2400比1900 2400是纯这个水晶啊大家看没有气孔没有任何气孔 出缝 这时候出缝啊 其实没什么没什么作用 现在多多小就只要给他两个音量运输机 他就肯定就上了 就我觉得他没运输机他得上 运输机就怕那个立场一格嘛 有运输机他还可以装在运输机里面往后 传回来 现在可以运输到三矿冲 枪冰到三矿冲让绕过去 对没有必要和对手在这 高低地上啊 较长短 他还真出缝 你现在不缝我干嘛 吹枪冰啊 真差呀 吹枪冰 你再吹牛吧你 来了 这是吹枪冰武的呀 来了呀怎么办 只有靠立场能够挽救 你演技派 别演得太过分啊 你能量不多了 多多小就现在开三矿 这真的是 稳操胜券 两个运输机 出来了 12345 5必 67 7必 多多小就你别的时间拖太长 太长一会 现在看一下神多 能不能出场 捕到了47个 甲里面123 三兵 准备出巨下 因为对手的主战兵的都是这些枪兵 而且是裸枪兵 还在不停地出凤凰 出凤凰我觉得你这个优先级太早了吧 你等对手出一些违禁之后你再出巨 哎呀好的好的 你再出啊凤凰 这个时候 多小就最大的失误 如果如果是失误的话是什么 哎呦 对他失误是打成替身剂 浪费了 太浪费了 多现空头了 想法不错 职母也是啊 因为开局的一个劣势 想要进攻没打下来 一直略到现在 155比122人口 155比122人口 领先整30人口 好雷大夫发现了神座的主力部队的位置 空头暂时是比较安稳的 安全 Clear 哎呦这边的话神座如果想回就要绕一大圈 对除了这个高雪范的巨像 有失控还可以 假装假装上一下 好先投下来 哎呦 射程啊这个 哎呀本来就不够长哎呀 哦这时候 空无堂先就跑跑不掉 旁边有方法 我今天枪比死的又比较冤 简单一个VB 哎呦 这些对手 三框 想走 又抓了 还是有优势 现在人口差了50人口 优势还是蛮大的 关键是三框也已经开出来了 现在就兜兜小绿运营方面稍微 慢了一点点 如果交给像类似 MVP这种货司的话 现在我相信 三框已经满负荷运作了 好币炎 情形要散 节目今天 遇到兜兜小绿貌似 遇到了一点坎坷 第一局虽然赢了 但是也很艰难 这局的话 这 这光是艰难了 第一局 节目虽然赢了 真的失误还是有 有好几个 他的最大亮点 就是那个 把自己的三框 完美的开出 就是洋装压制内部 后面其实两边都发挥的 势均立体 点亮一下 这个非常有必要 哎 这一数据 没打掉 没看到吗 看得到啊 为什么是有个 有个七框农民走着 烂鱼充数 因为是独暴徒是吧 是找一下 雙弹炉升空防 他出了这么多凤凰 你现在这样 没什么用啊感觉 对跟不上人族的节奏了 这不压过去神组拿命抗啊 就靠你 扎了护盾的三个巨像 能有多少轮攻击输出 就这么回事 如果前 两到三轮的攻击输出 只中在这些枪兵身上 还有一丝丝的机会 当然你发三 现在四个巨像 要操作一下 巨像点杀对手的枪兵 现在是两攻一防 一把雷达一撒发现 对手的主力部队 是在这样一个地方 打不打呢 我看到了 急不去看这一波了 哎呦 直接凌击 一个巨像 直接秒巨像 不管你的凤凰 好操作一下枪兵和 完了完了 巨像一旦 巨像没了 巨像只剩下了一个 一个也没了 这地面部队就是福瑞 经济 恭喜多多小略 今天难道会出现奇迹吗 真的是没太想到 本来以为这个第一局是 吉姆有点大意 没想到第二局他就试了荆州 是真的 输掉这场比赛 没错 倒不是说他有多大失误 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还是 他的这个战术 第一波没有好好的冲下来 一般我们以前好像看到过 也虚空rush是吧 像我们的MC 这些 成功率 神速总统也经常会用这样的 哪怕对手是 这些顶尖的人 其实胜率都非常的高 这局的话 多多小略 房子还是非常的到位 他不停的出枪兵 对 然后是依靠自己枪兵上的一个优势 然后兵种也是顽刻虚空的 这样的话是迫使对手 迪波进攻 是卫国之后 自己的 这个经济优势就已经持续的扩大化了 人口一直是远超于对手 没错 多多小略 这次能放下来归根结底 还是那个 这个碳龙农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他的二次侦查 不过这一点也看出这个 吉姆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眼睛眼过了 一有追隶者就往前冲 往前压 但是却放过了那个碳龙的农民 像这个神速的战术的话 还是之前我们所提到的 当你的虚空 一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数量达到三到四个 第二个是充能完毕 那个时候的虚空 秒杀 没有盔甲 没有兴奋剂的 没有用到 传的这些 这些机枪兵 包括地堡也是只要充能完毕 也可以秒杀对手的地堡 然后还能配合 小量的少兵开个两个护盾 地面的部队来进行进攻的话 成功能还比较高的 兜兜小绿这个 四兵营 当时是基本上 情况都没造 极限了四兵营的爆枪兵 对 这也是非常针对 像吉姆的这个 虚空Rush的 这种战术的 所以两边应对的都相当不错 除了在侦查方面 产生了一点点 不一样 那最后一波的进攻 其实德鲁小绿选择的 timing点也非常的到位 在这个大战前夕 他空头两场应用戏 打掉对手 威逼 这样的话 对手具象是没有射程 对 让对手变短了 然后最后一波打的时候 你具象不得不往前够 对不对 你够的时候 就要被别人打 抽脸抽耳光 是 所以说 作为一个优秀的男人 一定要长 对一定要长 好的 那么 接下去就是 双方选手的最后的决胜局 那昨天晚上 是一个 冷门基业 今天最后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小将基姆是否 能够把你的17岁 是的 传手询问一下 是否已经是准备救虚了 第三张地图呢 是来到了安提加新港 好双方比赛呢 已经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加油 加油 进吧的第一天的比赛 红色的神族 来自天路俱乐部的小将基姆 哎呦 怎么 农民都出来了 好早 又开始 难道难道 芝姆 难道这是吉姆 芝姆的地宝 是天下一绝 但是 PVT 这张地图 地宝 也不太可行 野外造为章建筑是肯定的 那是相当的可行啊 但是你这么早 你这么早就过来对手肯定是 对呀 你是演技派 芝姆 你相信自己你是演技派 哎呦 你等一下呀 这有点 有点早啊 这样的话对手一直黏着你肯定一直黏着你 这你什么意思啊 我当了面 我当了面造兵营啊 好c雷啊 这样的话你看你兵营下没造 现在才放你兵营肯定比我晚 我还有星空加速 65秒 65秒 有星空加速 现在这个 对于人族来说真的很难倒 其实第一时间的话 呃 人族就拖7到6个SV 就围这个兵营 对 如果有钱的话造个地宝 你说我在这边造个地宝 你能让我喝 你说人族吗 人族啊 人族避营命好地宝少不了啊 对啊 等待 所以早呢呀 就是说 两边都是65秒 对不对 就是你避营好我也避营好 你星空加速出地宝 我这边不星空加速我造地宝 嗯 对吧 只要我有钱 然后我出一个墙面在两个地宝之间拿回走 那得需要多大的操作 对啊 38秒 造个地宝多少秒 40秒 就 那OK呀 问题他不造呀 前面多少秒 25秒 哎呦取消了 哦 好深雷啊 然后我关起来 这鞋 我起来 哎呦农民赶紧走 哎对对好了好了 哎呦 My God 好无敌了 太有意思了 好了 没事看农民数了 现在农民数了 农民数了 这边没听农民啊 15比16 能打呀 啊 现在吉姆不亏呀 我多多小律这招果然也是呀 现在进不亏的进不亏 我觉得这个 这样挺好 这样的话是迫使之前 也是迫使兜兜小律转 转变战术 对这个我所以觉得我进不亏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优势 我也觉得进不亏 而且 他科技呀 而且你放在二框位置你就不虚吗 对吧 神族后面几兵 啊 补了两个 两个兵 你二框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一个那个像 上面那个高低那么好守 对不好守 这样的话对手 哪怕四兵赢是吧 你也是很难挡的 如果人族这个时候四兵的话 那彻底打断他原型的节奏了 神族针对起来更方便的 而现在对于神族来说 他就知道对手打法了 你肯定单框一波了 啊 你上面准框不要了 你只有二框的一片框 对吧 这个时候 乔斯也非常寂寞 在一个人在这边到处走 他失望兵一到处 能够再出一个大师跟他陪伴 大师是哨兵吗 再出个了 你们两个可以好好的 干一番大事 搅一搅是吧 在这里干一番大事 然后 亚当夏娃是吧 然后再开支散业 可以伸出一大堆的角落 可以冲破这个 牢笼越育成功啊 嗯 我是迈过斯科菲的啊 看一下这边 三个兵营 好这边也是准备报兵 对啊 哥也不含糊 进来欺负你了 世界快跑 肚子 现在我不知道哪边是监狱 你想出去呢 还是他没想进来 这是个围城啊 围城 几兵营啊 也是四兵 八枪兵了 双方 知根知底 这个兜兜小刘骑士 你完全可以把底下的派论给打了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手派论是在底下的 在这里对吧 对呀 你信 欺负人了 啊 阿批是什么 现在怎么打 你觉得谁有游戏 肯定是 神猪有游戏 神猪有游戏 神猪是 我一直说神猪 神猪开放 而且神猪只要 追猎都对 我六格射身 我就制服你短 对不对 哥就是比你长 然后不停的操作 对 你又没兴奋剂 只要我追猎数量多 三个追猎 操作一下 这些枪兵都不敢往前走 我觉得 你上去走就被甩的命啊 来了 这三个无敌的追猎者 好 兜兜小典你不能这样兜兜 对啊 哎拖农民没机会的 哎呀拖农民机会不大呀 我觉得现在其实说 你造地宝吧 也不行 人家又又长 又细 细不好呀 但是你不能又出又长 这什么好话都让直播站在了 那我那个短而粗 啊 只要靠地宝 哎呀 只要靠地宝 因为有个细也得上有优势 嗯这样的话对 对对对 这样你在低地下你的射程其实是 是母 你短了一几 对短了一几 哈哈哈哈 多多小典还是很聪明的 嗯 就以己之短 对啊 啊 啊 以 以己之短呀 以己 以防 以己之常 啊 啊 失一常计 以 质疑 哇好恶口啊 还记得 小学时候杜芙老师叫我们的话呢 你就是杜芙的吗 你好意思你再说一遍杜芙的 杜芙是这种传你很严重了好吧 再 在动就 几只箭么 就 cum 一个人 割的长 割的比你长 哎 这个是最短的 哎 就 啊 阿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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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啊 走 哎哟 开刷 哎呀哎 大师 甲大师迟飞 mapa 啊 哈哈哈 诶 墙面 墙面 别 别 想不开啊 这 可能想不开 你想放好吗 卡住 还好 看一下经济修饰 神座已经补到了35农民 这已经没得打了呀 哦 这个粗又短的来了 这个是粗又短的 又短又粗不休者 军队者是细长的 嗯 哦 那最猛的是还是聚上来 又长又粗是吧 又粗了 又粗了 现在谁是聚上来 哈哈哈 鱼圈当然是PU的观众了 对对对 PU的观众 你们就是巨像 特别是加入神龙教的观众 对 3月30号下午2点钟 二龙四米符 大家一边聊聊玩哦 你想要 变得跟巨像一样粗又长吗 哈哈哈 这个应该打到那些男子医院的广告里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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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人口比52人口 农民数量也是差 现在是差了7个 一直领先于人族 哦 前支水晶 吉姆貌似感觉 很好 他准备三病 哇 开始星空加速了 捕到了五病 真的要冲啊 吉姆想短而快 好 这两个不修很重要 嗯 不说你在前 再加两两房的护盾 哇 my god 关键这两个不修 打建筑啊 其实也是很快的 直接这个拍了 枪上 B就直接并找了 呦 我SV 不能说地宝 地宝秒地要漂亮 你看护盾 后续的GDOT再次跟上 这边的话 感觉像 哎呀刺杀性的一个飞蛾扑火啊 这个SV甜的 再次 SV来多少得送多少 哇 那神兜这个战术 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天天上试验一下 是吧 PVT 而且它是当中你的面放下这个 G 恭喜G2比1 欢迎回来 再加入神龙救 南明空 神龙救 南明空 好玩啊 真是的 哈哈 让我感觉到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是吗 你现在还很年轻啊 是吗 去年不太16岁嘛 哈哈 随分这个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吓死你了 吓死你了 今天这个战术 我强烈要求大家去天机上测试一下 到底好不好 对 当然 多多小绿 使用的这一个 非GD 这个方法 到底好不好 到底好不好 不知道 如果是拖鲁铭早点把对手A回去的话 到底好不好 我个人就是我在星期二上面很 星期二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出现 但是星期一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那星期一上面TVP遇到这种什么好 就是第一时间看到对手Penet 这个 那个并一放下去的时候 7个SCV 直接去焊救他 7个SCV就是围的时候 对手这个第一个Z-Laut快好的时候 正好爆点 当然星期二里面可能是有星空加速的存在了 所以说你可能适当的多拉一个SCV 八个 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 万无一失 那具体怎么来挡才是最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上TNT自己去实践一下 或者说找自己的朋友 也感觉星期这边 确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战术 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期待高手们慢慢的去研究琢磨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最后再恭喜一下两位选手 一位是我们的小匠Jim 还有一位是来自AG俱乐部的YH1 一个P一个Z 一位小匠一个老匠 对 那么他们两人将有一位选手 正式迎战 来自东赢的武士 靠你们了 靠你们了 好的 那么接下去就是回馈我们观众的时候了 我们要抽一个 金甲虫二鼠标 以及是五张 4月29、30号上海政大广场 我们NGF线下决赛的门票 好的我们先抽第一个的是金甲虫二 我们的鼠标 三百五十八楼 恭喜这位朋友 您中这大奖了 赶紧偷着乐趣吧 继续抽 今天一千楼左右 第二个是开始收五张门票 九八七 一百二十七楼 一百二十七楼 一百七楼 一百九十二楼 三个拿 第四位选 第四位选 观众 五一四 再来最后一个 好 恭喜绝败七十楼 以上这六位观众 哎 非常的恭喜你啊 摩西的 我们第一个观众 第一个幸运观众是获得 这被你弄的就是一股手汗 有点紧张 紧张 紧张中二的这个鼠标 鼠标 另外五位观众是获得 4月29号到30号 NGF新下赛总决赛的一个门票 如果您是上海地区 或者上海周边地区的话 不妨可以到我们现场来 这边有大牌的选手们 以及我们这些 这个中老语言的解说 对 还有更多更多是我们的收割 那这最精彩的 还是我们英伟达的 一些高端显卡的一个展示 我们在星际真八号 还是比较吃显卡的 你显卡配不上你的实力就糟了 对吧 对 你显卡配不上你的实力 好了 那么还有最后两个网告 就是一个是我们PY大战 PY大战 PY大战 游戏风云和PUU游戏的传媒 两大视频媒体要进行一个直播对抗 两边都会实施直播的 那么到时候 一共是八个正式项目 一个是观众的投票项目 现在投票项目已经在PU论坛 和游戏风云的论坛 已经发了一个投票点 两边都可以投 那么票数最高的那个项目呢 就是作为我们第九个比赛项目 我们强烈希望所有的PU了 喜欢看PU 包括是我们PU的忠实观众 一起投票投一号票 名字叫做大家来找茶 为什么大家来找茶呢 是因为不是我们PU喜欢找茶 而是就是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取得者 我们有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实在太厉害了 太明明了 传说中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大家都这么说的 我们这位 不要透露他吧 我简单说一下 稍微透露一点点 对 左眼看左边 右眼看右边 两边重合之后 瞬间五秒之内 找出 不一样的地方 江湖人称斗鸡眼 我们圈列人士给他一个美语 叫邪论眼 真的很厉害 我今天站在后面看的 你知道他就是 如果太慢的话 只有一个原因 是吗 他鼠标点错了 哎呦 他鼠标跟不上他的 他的脑子里面 就他手跟不上眼睛了 手跟不上眼睛 确实确实 那种匪夷所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3月30号 喜欢玩网络游戏的观众 特别是喜欢我的观众 众口味的观众 一定要加入神龙教 不要加入小鸢 所以小鸢的当派 我们到时候会送大量的奖品 包括我们桌子上的直接 东西 是回头给神龙教的教友人 请大家帮助我一下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 我告一段落 那下一次再见 拜拜 再见